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由老年人偷情所引起的命案 2013年9月24号 山东藻庄的民警接到了一起报案 有人发现有一老太太被杀死在一个偏僻的小树林里 接到报案之后 警方立刻赶到现场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一个初步的鉴定 鉴定结果表明这死者是被人勒死的 死亡时间是前一天晚上十点之后 并且法医还发现 这名女性死者有着和别人发生性关系的痕迹 而且通过她的衣着来看 她应该是自愿发生性关系的 因为她的衣服啊 一点也不凌乱 哎呦 一个六十多的老太太 十点以后钻小树林 跟人发生性关系 这一般是年轻小情侣干的事啊 老太太年纪这么大了 她来这儿也是跟人约会的 照理说大晚上的这么大岁数了 应该睡觉了呀 能这么晚把她拉到偏僻小树林里的 应该是熟人呢 那熟人为什么要杀她呢 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要确定师员 要知道死者的身份 民警啊发布了巡尸启示 很快就有人认出来了 这老太太叫王灵 家呢 距离发现尸体的这地方有五十里地 他是四十多岁的时候 从江苏到山东定居的 当时带着一对儿女 如今儿女早长大成人都成家立业了 他们呢就一起定居在了山东 民警找到王灵的儿女 这才得知王灵啊 已经六十周岁了 那他为什么会死在五十里地 开外的小树林里 儿女也不知道 不过呀 据儿女说 案发那天 王灵还告诉孩子们说要去亲戚家晚上不回来了 那到底去哪个亲戚家呢 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民警找到了那个亲戚 这亲戚说呀 没来呀 他没过来呀 也没说要来的事啊 这就说明王灵骗了他的儿女 加上死者死前和别人发生了性关系是发生完关系之后被杀的 民警推测他应该是去见情人了 这才和儿女撒谎 要不没必要撒谎啊 那要是被情人杀死的 那他的情人距离他家应该不会太远 民警呢 就到了老太太家附近走访 有一个村民就说 我们哪 确实见着他了 看见我们村里的张庆 开着车 把这老太太给拉出去了 张庆 据大伙说这张庆是村里赫赫有名的百万富翁 那会不会是张庆杀了老太太呢 民警把张庆带回派出所 张庆说 我没见着他呀 我不可能把他开车拉出去呀 但是 村子里边好几个人 都见着老太太上了他的车了 还议论他们呢 哎呦 这王老太 跟这张大户 这什么关系呀 这是啊 民警啊 随后也对比了张庆家的汽车 还有案发现场发现的车印 完全对上了 这就说明张庆的车辆确实出现在过案发现场 在审讯过程之中 几个回合达较量下来 张庆终于承认老太太是被他杀害的 而且张庆接下来说的这事让民警啊都大为震惊 他说他跟老太太是情人的关系 啊 这张庆在村子里面那是首屈一指的富豪 百万富翁 才四十岁 这王陵 王老太太 六十岁了 这张庆照理说就是找情人也能找个年轻小姑娘啊 那为什么他俩怎么成为的情人呢 据张庆自己说呀 他为什么能成为百万富翁 赚的第一桶金是跑运输赚来的 后来他的妻子用他赚来的钱弄了一个养殖厂 他的妻子很有经商能力 很有这商业头脑 养殖厂规模越来越大 在张庆四十岁这年 他就成了村里的百万富翁 他也不用跑运输了 养殖厂的都是妻子打理着 他也不懂啊 他根本搭不上手 这么着 别看大伙一说 他成了富商了 但其实这生意啊 跟他没半毛钱的关系 他彻彻底底的成了一个闲人 他的妻子呢 对他要求也不高 就你不用干什么 你只要别惹事生非就得了 妻子还给他放宽了政策了 就是不干涉他每天具体去干什么 你说你出去玩去 出去吃喝玩乐 无所谓 别惹事儿 这么着 这张庆是无比的自由啊 他只有四十岁 所以想的最多的就是女人 他就想我有钱了 我怎么能找更多的女人 开着车就四处闲逛找合适的目标 第一个情妇 年轻漂亮 很温柔 姓刘 是个有夫之妇 这刘某呢 挺好 张庆对刘某也很满意 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俩人呢 距离太远了 偷一回情啊 也不容易 来来回回折腾半天 他说尽管很爱刘某 但他从没想过娶刘某 毕竟有妻子 妻子对他很好 不能让妻子知道他有婚外情 再者说了 真是让妻子知道了 把自己扫地出门 那自己也没那挣钱的能耐呀 自从有了情妇刘某之后 这还不满足呢 他就想 小刘离那么远 我再找个近点的吧 可近的不好找啊 找谁呀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中吧 他就和邻居 也就是六十岁的王陵 有了感情了 王陵呢 本来一直想找个老伴 二十年前 丈夫出车祸死了 但儿女不同意 说这么大年纪了 找什么老伴啊 年轻的时候带着俩孩子 就没找老伴 年老了 儿女也不同意 哎呦 怎么办呢 王陵别看岁数大 也很空虚寂寞呀 有一回生病了 是张庆开着车 把他送到医院的 在医院里边呢 张庆又给他打饭 给他递水的 俩人一来二去的 哎 别看年纪差的不少 还真有了感情了 两个人可就发生了关系 为了不让别人知道 俩人的不正当关系 他们平时在村子里边见面 从来不说话 一般都是用手机联系 张庆也大方 给那个情妇刘某买了个手机 给王陵呢 也买了个手机 这都是单线联系 张庆说呀 找了俩情妇 算是满足了 但他觉得对不起老婆 老婆那么辛苦 天天给我挣钱 我挣了钱 我就出来 跟别的女人鬼混来 并且呢 张庆还不能让老婆 发现他的婚外情 他就感觉活得太累了 得把时间安排好了 但天底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每回偷情 那张庆都得带着老太太一起走啊 人家村里边的人呢 早就关注起他们俩了 不过大家呢 也都是风言风语的 说实话 谁也不愿意相信 俩人相差二十岁 更何况张庆又有钱 不至于找个老太太呀 那至于张庆 为什么又要杀了王陵呢 这是因为啊 俩人这回约会偷情 特意到五十里地外的地方 碰不着熟人呢 到了小树林里 可就忍不住了 气着咔嚓了 缠绵完之后 张庆问老太太 哎 你之前借了我一万二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呀 那这一万二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几个月之前 老太太呀 嫁女儿 跟张庆借了一万二操办的喜事 现在张庆跟他要这一万二 这王陵一听 哎呦 我可还不起你 你就把这一万二给我吧 就这么算了吧 张庆一想 我怎么可能给你呢 虽然说 我家里那口子给我自由 但在财政上限制我了呀 他也怕我乱搞啊 每回出去 他就给我一百块钱 我攒了多长时间 我这才攒了一万二啊 一听说王陵不想还钱了 他这气劲也上来了 一怒之下 掐住了老太太的脖子 没想到 搞出人命来了 而王陵呢 到死也想不到啊 就是跟小情人约会 缠绵之后 没多大一会儿 提起裤子 不认人 把自己 活活掐死了 所以说呀 人过上好日子了 那也别作呀 张庆本来小日子过挺好 家里也百万财产了 有妻子 有孩子 说搞什么不行啊 非得搞个婚外情 而王陵呢 也是 这么大一把年纪了 有儿有女儿女都成家了 照理说 是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了 最终还成为了别人婚姻之中的第三者 落得一个惨死小树林的悲惨下场啊 行了 这个案子呀 给您说到这儿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因为这几天呢 有一些个人的私事啊 所以呢 白天都是马不停蹄 只能晚上到凌晨的时候 给大家呢 赶紧录制节目 所以声音上来说呢 就会能听到这种疲惫啊 请大家呢 多多的担待 咱们今天呢 来讲一桩 因为情感纠葛 引发的家庭悲剧 2000年9月12号凌晨 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 三家管乡水井沿村 打马狱祖村民文万雄家里边 突然一声巨响是地动山摇 这文万雄啊 当时就被惊醒了 哎呦 这怎么回事啊 赶紧披上衣服就下了床了 借着外边朦朦胧胧的月色 就看见西面的两家瓦房啊 就被炸毁了 哎呦 赶紧去看看吧 到进前这么一看 树上墙上到处都是飞溅的血肉 这爆炸声这么响 把这七零八射的也都惊动了 大伙们呢 也就都起床啊 穿衣服赶紧来看看到底怎么了呀 大家一来 哎呦 这房怎么塌了 房里边有没有人呢 这文万雄在这是哭天喊地呀 有啊 我那一家老小都在里边呢呀 大伙啊 跟着帮忙是翻的翻 翘的翘 一共是找出来一男两女三具尸体 同时还有两个受伤的小孩 这三具尸体 分别是文万雄的妻子周清英 文万雄的女儿文春燕 还有文万雄的女婿罗玉斌 受伤的小孩呢 一个是一岁的孙女文清灵 一个是一岁的外孙罗青山 现场是惨不忍睹啊 转瞬之间 挺好的一家庭 怎么就就都没了呢 文老汉啊 当时哭的就是死去活来 这在当地来说 是非常罕见的一起悲剧了 案发之后 大家呢 也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张家介事公安局 永定区分局三家馆派出所所长田开平 一边组织民警赶往现场 一边呢 赶紧向分局报告 分局接到警情之后 分局的局长 政委率领着刑警大队的队长啊 刑警大队的这侦察员们就赶到现场了 到现场之后 第一时间就是走访调查 就在走访调查过程之中 这真相可就浮出水面了 这事啊 还得从98年说起 1998年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在珠海 有一个歌舞厅 在这歌舞厅里啊 有一个小姐 哎呦 在那跳舞跳的 那个漂亮啊 大家看的眼睛都直了 这个女孩 叫文春燕 当时18岁 她呀 家里边是两兄妹 哥哥 早成家了 父母呢 都是农村老实八交的农民 文春燕考高中的时候 没考上 那么父母啊 是费尽了力气 脱亲败友 把她送到了珠海的一个工厂打工 时间一晃 文春燕就在外边混了两年了 打工的日子多单调啊 加上厂子里边呢 也不景气 手里头呢 一直挺紧张 文春燕呢 整天变得就闷闷不乐的 这一天呢 几个老乡 就邀请她 去舞厅里边 跳跳舞去吧 玩玩吧 痛快痛快吧 文春燕呢 也就去了 因为文春燕跳的挺好 尤其长得漂亮 就有一个人呢 突然就跟她说 小姐 跳舞吗 一听这话 文春燕一抬头 哎呦 就只见眼门前啊 一个三十郎当岁 长得英俊 潇洒的小青年 哎呀 三十岁也不算小青年吧 一帅大叔啊 哪个女孩不喜欢帅哥啊 就跟哪个男孩不喜欢美女啊 这是一个道理 一看帅哥邀请自己跳舞 自个来这就是为了跳舞的呀 去呀 这么呢 一起就走入舞池 哎呦 这一曲跳下来之后 这个小伙子啊 看人这舞姿 再配上人那外貌 是越看越帅 越看越潇洒 文春燕呢 喜欢的都不行了 于是呢 又跳了第二个曲子 第三个曲子 跳了这么几个曲子之后 俩人呢 就找了一个舞厅角落的座位上 就坐下来了 文春燕呢 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还有一对小酒窝啊 头发披肩长发 小脸长得可白净了 身材呢 人也是细高挑啊 就大伙就想吧 反正就我这样的 哎 一个美女 看见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这小伙子呀 也喜欢 俩人这么一聊 文春燕这才知道 这个男的呢 叫张朝 是四川眠竹县的人 出来打工五年了 现在呀 是某公司的经理 月薪五千块钱 话重点了啊 那是九八年 月薪五千块钱 张朝呢 就跟文春燕说 哎呀 你看我呀 情感之路 一直坎坎 到现在 也没有媳妇 没老婆呢 到现在 也找不到一个 红颜知己呀 文春燕 一个十八岁的小女孩 看见一个三十岁 英俊潇洒 有多金多财的 这么一个男的 在面前 这谈吐非凡的 于是啊 就更加深深的吸引进去了 这张朝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 在那是一顿瞎吹瞎砍 就把这文春燕 骗得是迷迷当当 文春燕就感觉 面前的啊 这不是我张朝大哥 这是 这是我白马王子大哥呀 啊 这是我理想的恋人呢 我要能给他当老婆 我这辈子直了呀 文春燕之前呢 没谈过恋爱 这一下子 什么叫一见钟情啊 就这个男人 我非这男人不嫁了 文春燕呢 同时也觉得 这帅大哥 也喜欢我呀 我俩这天左之合呀 从武厅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晚上了 文春燕自己躺在床上 是辗转反侧 说什么也睡不着 这心里边啊 是又有那种着急 又有那种甜蜜 又有那种期待 同时呢 又有那么一点点的 小恐惧 小紧张 文春燕喜欢张朝 就开始千方百计 想方设法的接近张朝 以至于 转过头来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文春燕是接二连三 早早的就来到歌舞厅 盼着还能与这个张朝大哥见面 这张朝呢 也还真是想来见见文春燕 一来二去吧 俩人郎才女貌的 这感情逐渐的升温 可是 要真让文春燕 献出自己第一次的真操 这事 他还干不出来 他呢 一直是手身如鱼 可张朝不是 步步紧逼 就想着和文春燕 发生关系 每回文春燕呢 也都是搪塞他 哎呀 不要急嘛 人家早晚都是你的人了 除了上床 文春燕是什么都愿意为张朝做 可张朝是除了上床 别的什么都不要求文春燕做 啊 张朝看见文春燕长这么漂亮 心里心心念念的 就床上这点事了 对于张朝 无时无刻的这种挑逗 这文春燕呢 也有着警醒的心理 同时呢 说实话 也很陶醉于这种感觉 不过 这文春燕 就是坚守着 最后一道防线 他呢 要再考察张朝一段时间 他要把自己的这个 身体 真操 献给真正爱他的 那个心上人 一九九八年 阴历八月十五 这时候中秋节呀 家在珠海附近的呀 广东本省的呀 人得回家过节团圆去 文春燕回不去也太远了 自己一个人呢 就在宿舍里边闲着 宿舍里边也没人了 哎呦 就感觉这个无聊啊 这个空虚啊 这时候文春燕的 闭屁鸡响了 张朝就邀请文春燕 到圆梦酒楼过节 文春燕一想 我最爱的朝哥 邀请我一起过团圆佳节 我就得跟我朝哥团圆呢 临走之前 还特意打扮了一下 穿着一件淡黄色的连衣裙 就去了 到那之后 俩人也没喝酒 饮料带酒 燕燕 我爱你 来我们干杯 Cheers 反正也不知道人说的 是不是这个啊 就甜言蜜语吧 俩人在那腻腻乎乎 期间呢 张朝趁着文春燕 上厕所的时候 就把事先准备好的 两片安定类的药物 就放进了这水杯里边了 随后呢 又抓了一把糖扔进去 没等文春燕回来坐定呢 张朝啊 就故作殷勤的 把这热水递给文春燕了 来 喝杯热水吧 我给你放糖了 哎呦 朝哥你真好 一杯水下渡之后 他里边是安眠药啊 晕晕乎乎的 文春燕呢 就想着睡觉 没多大一会儿 就昏过去了 这时候张朝 抱紧了文春燕 把文春燕呢 轻轻的放在地板上 刚想干点什么呢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来了 这服务员呢 人是送茶来了 这可把张朝气的呀 这打扰我好事 哎呦 这小姐怎么 没事没事 有点不舒服 张朝呢 赶紧扶着文春燕 就走出酒楼 就来到了郊外 俩人呢 就钻进了 树林子里边的 一块草地上 坐了下来 这时候的文春燕呢 晕晕乎乎的 又醒过来了 但说实话 脑子还不是很清醒 就咱们刚起床 那个状态啊 秘秘登登 这时候啊 文春燕呢 就把头 靠在了张朝的身上 张朝这时候 急不可耐啊 刚才差一点 好事就干成了 怎么就 送什么茶水啊 个影人 春燕 你看今天晚上 夜色多好啊 咱们不能让美景虚度啊 一边说着 一边那手啊 可就不老实了 来回在文春燕身上 抚摸着 文春燕这时候 就抗拒着 在那玩了命的反抗着 但是这一切 都无济于事 那么这张朝 会是一个 对他负责的男人吗 这张朝 和这起爆炸惨案 又有什么关系 上期节目啊 咱们就说到了 这文春燕和张朝 反正半推半就吧 也就发生了关系了 发生完关系之后 文春燕就哭了 这张朝呢 就开始哄他 亲爱的 你怎么了 你是我第一个男人 也是我最后一个男人 后来文春燕啊 不止一次的 跟张朝重复的 说着这句话 从那以后 张朝几乎是每天晚上 都跟文春燕在一块 那一段时间里边 两个人呢 可以说是如交似期 要多逆户 有多逆户 三个月过去之后 文春燕发现不对劲了 怎么呢 自己的生理期啊 迟迟没来 不见红 有兴艳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于是呢 赶紧到医院检查 不怎么回事啊 医生就告诉他 恭喜你啊 快当妈妈了 医生呢 人是面带笑容啊 跟他说着恭喜 可文春燕听来 这不算是好事啊 当时是大吃一惊 这可怎么办 如何是好 立刻就给张朝的BP机 打了一个传呼 张朝一看 放下手头的工作 就跑过来了 拿着检查单 是左看右看 越看越傻眼 后来啊 嘴唇也白了 眼睛也目了 在那抽了一根烟 闷了半天不说话 最后才瓮声瓮气的说 不知道 那是谁的种呢 撂下这么一句话 转身就走了 文春燕呢 说实话之前 对于这个孩子的到来 虽然有恐惧心理 虽然感觉受到了 某种程度的惊吓 但是啊 另外一个层面上 他还是怀揣希望的 这是我和我最爱的男人 我们两个爱情的结晶 这是我们俩的孩子 可没了到 张朝撂下这么一句话 我把第一次给了你了 我把我全部的针槽 我的全部的身心 我全给了你了 最后你来一个 不知道这谁的种 这是侮辱人的啊 这是对人格尊严的践踏 给文春燕郁闷的呀 走出医院大门 抬头一望天 赶上这一天的天气啊 也是乌云滚滚 阴沉沉的 原本呢 文春燕也琢磨着 这孩子要不要 张朝说了算 俩人商量着 可自从张朝这么一说 他还铁下心来了 这孩子我是非要不可 并且我还得 把这张朝告上法院 我要让他赔偿 我的精神和经济损失费 这还不算完 你呀 还就得跟我和好如初 文春燕毕竟和张朝 是有感情的 尽管张朝说话 说的那么伤人 尽管后来文春燕 还知道一个消息 原来这张朝 早就有妻子 有孩子了 并且呢 他还不是之前 口口声声说的 某公司的经理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公族 月薪 只有一千块钱左右 满嘴谎话 欺骗了文春燕 可以说是个 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即使这样 文春燕还是原谅他了 还希望和他见面 真说头两天不见面 无所谓 后边啊 时间越长 这心里边是越想着 老话说的好嘛 一夜夫妻百日恩 他们这是过了多少夜的夫妻了呀 自从张朝走了之后 一直就没回来过 俩人就没见过面 文春燕呢 就总是恍恍惚惚的 心里边不痛快 白天在厂里上班呢 也是心不在焉 晚上回到宿舍里边更甭皮了 原来呀 睡觉总是睡得特别好 白天工作也累 一觉睡到大天亮 可现在啊 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张朝走后的第十三天 他的这些同事们 姐妹们就都上班去了 屋子里呢 就剩下文春燕一个 是越想越委屈 越想越痛苦 哎呀 与其这么过活 我还不如一了百了呢 这么着 他就解下了自己的裤腰带 把一头啊 就系在铁窗的栏杆上 另一头呢 挂在自己的脖梗上 得亏后来 有人发现了 及时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救过来以后 虽然啊 这条命是保住了 但本身他就一孕妇啊 再有这么一出 这身体啊 就变得特别的虚弱 一天天的就瘦下去了 住院住到第七天 正好是年三十除夕夜 这大年三十一大清早起来 文春燕呢 把窗户一推开 就能看到啊 这窗户外边楼下 马路上是车水马龙 文春燕看着底下啊 人间繁华 再想想自己的生活 这么的孤独凄凉 哎呦 眼泪刷就下来了 就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了 春燕 这时候他突然听见有人喊他 费力的把眼皮睁开 这么一看 哎呦 看见了一张很轻瘦的脸 这个人是谁呢 张朝的表弟 罗玉斌 当年是二十六岁 重庆人 文春燕呢 跟罗玉斌也是熟人了 因为文春燕 在和张朝朝夕相处的那段时间里边 罗玉斌经常陪着自己的表哥张朝一块到文春燕的宿舍里边玩 知道文春燕 这自杀不成 结果住院之后 罗玉斌呢 还挺担心的 这天呢 是过来看看的 在那坐了一会儿 买的水果啊 点心呢 把这些东西放下来之后 就跟文春燕说 春燕呢 静下心来 好好养病 这么着 我呢 动员我的表哥张朝来看你 要是他不愿意来 他要当父亲郎 你放心吧 我会揍他的 听到这句话 您可能就听出来这里边不对味了 张朝是你罗玉斌的表哥 为了一个女人 你去揍自己的表哥 为什么呀 嘿 因为罗玉斌呢 有想法 罗玉斌呢 之前一直是挺同情 挺怜悯文春燕的 不还有句老话吗 说同情怜悯 是爱情的诱发剂 罗玉斌呢 一开始啊 是认为文春燕啊 一个人 独在一厢为一刻 孤零零的躺病床 尤其大年三十 多可怜的 得要人帮助 罗玉斌呢 话不多 三言两语 把这文春燕说的 心里边挺痛快 等罗玉斌一走 文春燕再一回想 你看 我在医院里边 罗玉斌一回一回的来看我 张朝连见都不见 人表弟对我这么好 这心里边就也觉得感激 罗玉斌从医院出来 直接就来到了张朝的家里边 可是扑了空了 赶紧的就给张朝打电话 哥你在哪呢 玉斌呢 什么事啊 你别问我什么事了 你在哪呢 我去找你去 我那什么 有什么事说 反正俩人啊 来回僵持了好几个回合 张朝告诉他自己 现在啊 在一家宾馆里呢 罗玉斌就去了 去了之后 就跟张朝说 哥 春艳现在住医院呢 就因为你的事 想自杀 结果没死成 被人救下来了 大过年的 一个人在医院里边 也没人照顾 孤零零的 多可怜呢 人是为你啊 你去看看他去 我不去 为什么呀 人家为你付出多少啊 我没时间 你喝酒 你进午听玩去 你就有时间了 听罗玉斌这么一说 张朝呢 也有点上火了 我不想见他了 张朝啊 其实啊 是跟文春艳 发生了那么多次关系 已经玩腻了 对文春艳 没兴趣了 哥 你不能这样啊 你看你当时 跟春艳在一块 你就对不起我嫂子了 你现在吧 又让春艳 怀了你的孩子了 现在你又不要孩子 不要人春艳 你对得起春艳吧 再者说了 哪怕你们不在一块 人现在这么可怜 你去看一眼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罗玉斌 要是你喜欢他 你就看他去 别在我面前 嘀咕来嘀咕去的 张朝这火气 蹭扔一下上来之后 紧跟着 又跟罗玉斌说 罗玉斌 如果你要得到他 你得先交四千块钱 因为他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的 种是我的 罗玉斌 罗玉斌气的呀 当时话也说不出来了 随手一拳 砰的一下 就打在了张朝的脸上 张朝那牙床啊 瞬间那血 可就流出来了 张朝 哎呀 扑了上去 把罗玉斌 打得是鼻青脸肿 酒店老板一看 哎我说 你俩怎么回事 哥们在这打什么架 再就别 快快 别打了 又出人命了 好说 歹说 这才把俩人拉开 拉开之后 你再看这俩人吧 脸上都跟踩过似的 罗玉斌呢 这时候气呼呼的 从钱包里边 掏出来四千块钱 行啊 不就种子费吗 我他妈给你 扔到他面前之后 紧跟着又骂了一句 混蛋 你卑鄙无耻 一转身 就离开了 罗玉斌出来之后啊 心里边呢 也挺苦涩 哎你说 我表哥这个人 怎么变成这样了 怎么那么混蛋呢 在这除夕之夜 家家户户的 吃年夜饭 包饺子 看春晚 再一想起来春宴 一个人躺在病床上 咕咕咛咛咛的啊 不行 我得陪他去 紧跟着 罗玉斌呢 就来到了医院里边 进去之后 闻春宴 正在那儿 双眼无神的 盯着天花板的 春宴 谁啊 一回过头来 哎 你 玉斌 你怎么 脸上这样 流血了 罗玉斌呢 坐下来 跟文春宴啊 前来后去的 把这事 就说明白了 听完之后 文春宴呢 也挺感动 俩人一聊天 聊到了大半夜 眼瞅着 罗玉斌也困了 文春宴也困了 哎 玉斌呢 你也累了 我往里边挪挪 你上床睡吧 不行 那不就把你挤着了 说话的时候 俩人就对上眼睛了 眼神就碰到一块了 春宴 你命是真苦 放心吧 等你病好了 咱们结婚 离开这个地方 罗玉斌呢 还真是挺君子的 并没有趁人之威 说真是这个晚上 咱们挤在一块啊 抱着睡一宿吧 没有 人家是坐在椅子上 一直坐了一宿 是一会儿没睡 在这之后连续几天 罗玉斌呢 都到医院里边 陪着文春宴 一直到文春宴出院 在医院的这段日子里边 两个人呢 就算是定了情 当然他们的感情 更多的是感激之情 文春宴感激罗玉斌 这种感激 是发自内心的 罗玉斌热情 善良 对他是真好啊 可是啊 文春宴心里边 也有一个结 哎呀 你看 我原来 是跟他的表哥 张朝在一块 我跟张朝之间 发生了什么 他罗玉斌 是一清二楚 再者 我还怀着 他表哥的孩子 我这真跟罗玉斌在一块 我对得起人家玉斌吗 不过转念再一想 玉斌呢 是真喜欢我 真爱我 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比他 对我更好的人了 你说说我之前 怎么就那么傻呢 我跟着张朝干嘛呀 我的真命天子 我最理想的丈夫 玉斌 不就在我眼前吗 文春宴 再也控制不住 这种复杂的感情了 在一个晚上 文春宴是一头 就扑在了 罗玉斌的怀里 照理说两个人 是深情款款 应该过个好日子 最后怎么又落得一个 灭门的惨剧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文春宴呢 很感激罗玉斌啊 但是心里一直有个结 因为自己 曾经和罗玉斌的表哥 张朝在一块 并且还怀了张朝的孩子 罗玉斌呢 也看出来文春宴的心思了 就跟文春宴就骂 说张朝啊 不是个人 自己有老婆孩子 还欺骗玩弄农家少女 文春宴呢 也流着眼泪 跟罗玉斌说 说张朝啊 伤透了我的心了 我真想杀死他 罗玉斌这时候 赶紧劝他春宴 咱们别动气啊 以免伤了身体 毕竟咱们是有孕在身 放心吧 春宴 我不计较这个 只要咱们两个人感情好 咱们俩合得来就行了 孩子生下来之后 我会很好地照顾你们母子两个人的 文春宴听罗玉斌这么一说 你看人家多大度啊 我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 罗玉斌一点不计较 不光愿意对我好 还愿意对我肚子里的孩子好 听完之后啊 这心里边是感觉又甜蜜 又感激 又感动 两行眼泪 唰就下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俩人的接触越来越多 俩人的感情呢 也越来越深 就这么着 他们两个呀 就正式在一起了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文春宴呢 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明知道这是张朝的孩子 但是罗玉斌 还是跟疼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 生的是一个男孩 从此啊 这小夫妻俩啊 也算是有儿子的人了 文春宴 看着自己这未婚夫罗玉斌 打心里边是高兴 罗玉斌呢 确实人家也是打心里 喜欢这孩子 2000年春节的时候 孩子呢 已经半岁多了 文春宴抱着孩子 跟着罗玉斌 来到了重庆福陵区 苗镇罗玉斌的家里 罗玉斌这孩子呢 也实在 把文春宴的经历啊 就告诉了父母啊 这是我的女朋友春宴 她呢 已经生孩子了 这孩子半岁了 这孩子的爹呢 你们也不陌生啊 是我表哥张朝 之前呢 春宴是张朝的女朋友 但张朝对不起春宴 怀了孩子不管人家了 这不我们俩 感情挺好就在一起了 我们要结婚 哎呀 你哪怕骗骗你爹妈也行啊 就因为实话实说 给罗玉斌的爹妈气的呀 门也没有啊 父母呢 轮流的劝他 我说玉斌呢 怎么能跟一个 有私生子的女人结婚呢 再者说了孩子 还是你表哥的呢 可是父母不管怎么反对 罗玉斌就是铁了心了 我就得跟春宴在一块 把他爸爸气的呀 是横眉瞪眼 光光的狠狠的 就扇了罗玉斌几个耳光 可不管怎么劝 怎么生气 怎么打 始终改变不了 罗玉斌的主意 这一天呢 俩人呢 起来之后 就到乡政府 登记结婚了 随后到街上 买了几张红纸 自己捡的一个大红喜字 就贴在床头了 俩人看着这大红喜字 再看看结婚证 再回想一路走来 看看可可的经历 俩人眼泪耍就下来了 结婚之后 小两口感情确实甜蜜啊 这日子呢 一开始过的也挺安稳 和和美美的 村子里边人也都羡慕 你看 这叫什么 狼才女貌啊 狼有没有才 咱且不说 这女是真有貌啊 人文春彦 长得还真是漂亮 可夫妻就是这样 没有说哪对夫妻 不闹矛盾 不吵架的 如果哪对夫妻说了 我们结婚六十年了 没红过脸 没吵过架 那都是蒙人的 这时间长了 磕磕碰碰 很正常 不过到后来啊 他们这种矛盾越来越深 为什么呢 罗宇斌家里边家庭条件不好 很穷困 文春彦呢 嫌弃罗宇斌家太穷 住的还是破旧的土披草 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伙事 睡的呢 就是几块木板定成的摇摇晃晃的木板床 垫的也不是习梦斯床垫啊 垫的就是普普通通的干稻草 盖的就是补丁落补丁的被褥 而且这个乡村呢 交通很闭塞 只有山间小路 离县城三十多公里 这比起我老家张家界来 条件可差远了 俩人之前在外边打工的时候呢 稍微有点积蓄 可是结完婚又得养孩子 又得雇家 之前的积蓄已经花个精光了 现在啊连柴米油盐这都是问题了 闺女和母亲这是心怜心的呀 这一天呢 文春宴偷偷给自己的妈妈呀 就写了一封偿信 详细的介绍了罗宇斌家庭贫困的这个状况 文春宴的母亲叫周清英 接到女儿的信之后 一看 哎呦 我的心头肉啊 我最可爱的宝贝闺女 日子怎么过这么苦啊 心里边也难过 可毕竟他们家呀 家庭条件也一般 带上点盘缠 连夜就买了火车票 赶去重庆 娘俩见了面之后 先是抱着嗷嗷嗷的哭了一场 这周清英啊 给闺女抹去脸上的眼泪 要啊 收拾东西 跟妈回湖南 文春宴这时候也有了这心思了 俩人回去之后 就把这事跟罗宇斌说了 宇斌呢 你们家太穷了 要不能在这跟你过活了 文春宴也说 宇斌呢 是我对你不起 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罗宇斌就在那苦苦的挽留啊 妈 春宴不能走 日子慢慢会好起来的 你相信我吧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什么呀 啊 你嫌他跟你吃的苦头还少啊 穷贵 人穷至短啊 罗宇斌都不敢抬头 都不敢看他丈母娘的眼睛 丈母娘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鄙视 第二天一清早 文春宴抱着一岁的儿子罗青山 跟着母亲就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一天是2000年3月17号 妻子走了 罗宇斌太爱自己的妻子了 哪怕罗青山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他也太爱这个儿子了 哎呀 实在忍不了了 东界西凑 总算是凑上来了车票钱 3月29号 他就来到了张家介市永定区三家管乡 水井沿村打马狱祖 温春宴的家里 罗宇斌来了 往门外这么一站 春宴 妈 我来了 他丈母娘一听 怎么着 还追过来了呀 站到门口 板着脸就问他 你来干什么呀 穷鬼 温春宴呢 瞅了罗宇斌一眼 也没吭声 抱着孩子转身又进礼物了 罗宇斌是怎么也没想到 丈母娘对自己这种歧视也就罢了 怎么春宴对我也这么冷漠呢 我这一个堂堂的三尺男儿 我这活的 我还活个什么意思啊 妈 我怎么过得这么憋屈呢 可转过来又一想 是啊 咱没本事 没才华 没那能耐挣大钱 做女婿啊 就低声下气点呗 只要能说懂春宴 跟我回家 别说挨几句骂了 哪怕就是挨几个耳光 那也值了呀 妈 你别生气 我是接春宴回家的 可能啊 也是良心发现了 周青英呢 口气也缓和了一点 你既然来了 先住去吧 在我家做几个月工再说吧 罗宇斌一听 这事有活口 求之不得 当天晚上 周青英把罗宇斌 安排在片屋里边 不许他跟闺女 睡同一个房间 这一晃 可就好几个月的时间 罗宇斌在文家可没少干活啊 耕田 插秧 砍柴 什么都干 喂的 就是把这文家老老小小哄好了 早点接我媳妇孩子回家 可是 他想错了 在文家这几个月 尽管吃了不少苦头 但是文家对他还是不满意 尤其那个丈母娘是横挑鼻子 竖挑眼 鸡蛋里边挑骨头 这些啊 罗宇斌也就忍了 生活方面呢 也不挑剔 每回干完活 回来 你看吧 准是冷锅冷灶 他呢 一点怨言没有 但他没想到的是 文家人呢 拿他就跟当犯人似的 严密的监视着他 几个月的时间 都不让罗宇斌和文春燕 单独的聊天 单独的谈话 想到这些 罗宇斌心里边就感觉到窝囊啊 他憋气啊他呀 于是呢 就由爱生恨 悲从中来 这一天呢 太阳都升老高了 罗宇斌也不干活了 就躺床板上 瞪着眼睛望着房梁 他的岳母可就在外边寒起来了 你装死啊 你挺湿啊 你啊 太阳都晒屁股了 你还不起来啊 你不想干 就趁早走 我闺女不会跟你的 走 走就走 罗宇斌脾气也上来了 不过我想 你想什么呀 你走得越远越好 把四千块钱的种子费 退我之后 我马上就走 放你的狗招屁 他的岳母啊 拍着桌子 你以为天下就你一个男人啊 没有你 我闺女照样可以生亡 尽管罗宇斌反复的讲 给岳母周青英 说这四千块钱的来龙去脉 可周青英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我告诉你 罗宇斌 你就是个臭无赖 你就是个臭流氓 站在院子里边的罗宇斌 不想说话了 低着头 眼泪可就下来了 过了半天 他望着礼物的文春艳 春艳 你不该忘了当初啊 你不该太绝情啊 文春艳听了之后 心里也不是滋味 你不能忘了呀 最早的时候 自己那么可怜 是谁给你的安慰呀 在最寂寞 最孤独的时候 是谁给的你爱 给的你安安稳稳 平平静静的生活呀 哪怕没有爱情 但罗宇斌毕竟是对他有恩 哪怕两个人从此之后 不能在一起了 但事不能办的这么绝情 说实话 文春艳 还是喜欢罗宇斌的 就是这个母亲从中作梗啊 没有机会跟罗宇斌 把这感情交流清楚 想起之前一幕幕的往事 文春艳也感觉对不住罗宇斌 可是 现在事情发展到这程度了 他呀 又怕自己的母亲 不能不听母亲的话 母亲让他与罗宇斌分手 也是出于好心 也是为他好 这些文春艳也能理解 文春艳现在是矛盾至极 一边是生他养他的母亲 一边是对自己呵护备质的丈夫 我向着谁 偏着谁 这都不行啊 母亲一看啊 罗宇斌还不想走呢 还可怜巴巴的 看着文春艳呢 他就急了 就质问旁边的文春艳 春艳 你说吧 你是要妈 还是要丈夫 文春艳纠结来纠结去 想说话就咽回肚子里 后来想想 妈这一辈子就只有一个呀 不能没有妈呀 尽管对不起罗宇斌 但是 也只能这样的 心里是抱定这主意了 但他呢 还是没说话 他在等着罗宇斌的反应 对于罗宇斌来说 他太爱文春艳了 不能没有文春艳呢 既然文家嫌他穷 既然嫌他丑 既然在文家没法待下去了 既然不能跟文春艳 长相厮守下去了 那我也不能让我的心上人 进入到别人的家里 做别人的妻子 爱有多深 恨就也有多深 罗宇斌一咬牙一跺脚 我走 半路上 就遇见了水井沿村的一个小池 这小伙子呀 这半年的时间 跟罗宇斌的关系处的不错 挺熟 见罗宇斌一个人搭了着脑袋 宇斌 怎么一个人走了 媳妇呢 媳妇死了 走近之后 罗宇斌把在文家的情况 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小池 末了咬牙切齿的说 小池 你给我捎个信 我在前面山崖口上等着 让文家赶紧把四千块钱送来 否则我要杀死他们 小池就答应了 还安慰他呢 宇斌啊 什么事啊 想开些 你千万别胡来知道吗 罗宇斌还真去前边等着去了 这一等就等了三个多小时 可是等来等去 始终见不着人影 后来啊 这天哗哗的又下雨 罗宇斌也就走了 三天之后脱熟人 买了一些炸药 一共有四公斤 九月十二号凌晨五点 趁着天没亮 翻墙进入了文家院子 拨开了岳母和妻子 一起住的房间门 就点燃了导火索 于是这悲剧啊 也就发生了 罗宇斌与妻子岳母 同归于尽 继续